按照這個學論會的調查 臺大的這個委員會的調查 他說陳醫師把一段英文直接放上去 超過十個字 他沒有把他翻成自己的意見 沒有加引號 沒有加引號也沒有註解 基本上其實當年這件事情 有沒有人有付出代價 有那個陳醫生五年之內 不可以出身等 只是為了那個情節不重 但是你說臺大當時有沒有處理 有然後有沒有去轉告這個結果 給楊半慈和陳建仁也有 那陳建仁當時有沒有因為用了一個 滿心愧疚非常自責請辭 這些事情都已經有發生過代價 他免付出代價 但是後面你現在就扯到台大學論會 好像是重大挾持 那是不一樣的 楊半慈在2007年 台大醫學院院長 如果有這件事情 他怎麼還可以台大會同意 讓他當院長呢 2013年台大校長 所以其實這裡面這件事情 他們是有在一個過程中 有犯過一些錯誤 然後也付出了代價 但是你這個時候拿出來重草 那重草是目的是什麼 這個目的是剛剛講的 其實為什麼他們開始 碰碰猛打電的事情 因為3月4號之後 國民黨的立委初選就要開始了 然後立委初選之後呢 他們現在呢 就是國民黨三十幾個立委 是沒用的 所以國民黨很多議員 很多想過去真的人 開始攻擊攻擊再攻擊 原因是什麼 他們的初選嘛 初選就是要給那些深藍的嘛 因為深藍的人可以控制選票嘛 所以你看他們把這個東西 就一直打上去 把一個我們全世界民主國家裡面 軍人不得干政的好博春 都拿來跟整個成縣人來對比 他們講這些話 一般選民有care嗎 大家都心裡都有一個有把尺 但是他們要講給誰聽 講給那些深藍的選民爽 而深藍選民逸爽之後 到時候非紅太 你看徐曉鑫 看你們誰講得凶 所以他們其實在打的是這件事情 所以非紅太也要求成建人 要要注意救成果 所以真的是葉原資是運氣好 他那邊沒有國民黨老立委 不然葉原資一定也會殺得非常凶 那徐曉鑫還沒有表現 快了快了快了 新一代快了 晚間十點盡情鎖定 朕知道了